我们在上一期探店节目带领大家看了全新一代的本田飞度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广汽本田的两款SUV 贯道和浩影 看完飞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贯道 说是新贯道其实就是一些细节地方的改款 就跟原来玩连连看一样 哪里改了 这让我一眼看看不出来 刚才我仔细对比了一下 拿了张老图对比了一下 就是这个下杠那个位置 雾灯然后换成这种矩阵的非常精致的这种雾灯 再加烤漆的一个黑色装饰 以及这种镀铬这么走一圈这种设计效果 原来那个是圆的 就是原来那种设计吧 相比较今天这种LED矩阵的雾灯 这种更精致了 那底下还有一个小旁灯 其他的就是我真的没看出来哪里有变化 可能还有一些配置上的一些细微的不同吧 车尾也看一下 车尾我觉得 我后期会加一张图跟大家对比一下 应该是车灯这一块内部的一个装饰性的效果 其他都没有变 没有变 很难看出来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30万 应该是能买到一个跨级舒适度的一个车型 为什么那么说 这个所谓的舒适度级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不是说是什么豪华 或者说奢华的一些配置 以及一个设计像我说让他拿着它去对标30万级或者40万级的一些车型 它是没法跟人家比的 这个奢华程度就是没有的 但是我说了最舒服 为什么 来我们足以来说 首先这个座位 特别的软 而且坐上去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下陷感 同时可以看到两边的包裹 以及这么一圈的一个包裹 我们看副架这个 一圈的包裹 坐上去之后 贴身度非常的高 而且这种皮质的一种软硬度特别的合适 特别舒服 再看这 一个高高凸起的一个中央扶手箱 也是很软的 放上去特别舒服 两边这边也是非常宽 然后两边这种很精致一个设计吧 这个不是目前本田最新的一套设计了 这套设计也是关到最初的时候 就是这么来的 没什么变化 最好玩的 首先抠这边 它是可以往后滑的 往后滑开是两个背拖 这两个背拖还能按这里 它现在是比较深的 如果说我们想喝的可乐 这是大背的 你要大背的还是要小背的 我要小背的 小背的没有 我要中背的 OK 按这个地方 走 它就会撑开这两边 来夹一个小背 或者中背的一个背拖 然后如果说我们是买个超大背的 我就可以把它给拿掉 放一个超大背的 特别好玩 然后从这里往两边打开 豪华车都是往两边打开的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背拖 在这里有一个悬浮式的一个小浅盒 小浅盒 OK拿开 拿开掉之后 也有特别深 特别方正的一个出物壳 出物壳 来我们手下去 到哪 到我的这个位置 出物壳 然后下面这一块增加了无线充电 这一块空间也是OK的 里头还有USB充电一些功能 这里头也是比较的深 看一拳下去 比较的深 可以放一些零碎的东西 手机的话 我就放这不是太好拿出来 只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 说说这款车居家来用的话 非常舒服 能放很多的东西 就是放多了 你一定要记得拿 来看后排的门就特别的大 同样开脚 也是支持 完全的90度 本田车的一个特点 看着地台也是非常低的 然后我们上来 开口特别大 动作特别从容 特别潇洒 前排我们就前排 其实我刚才是我腿比较短 1米75的腿比较短 然后前排我估计是按照某位 1米78或1米8的大哥的位置调的 看一下腿部空间 空间大了没朋友 脚部空间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很充裕很充裕 然后呢 这个座位 我觉得这个座位来说的话 就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大沙发来形容 因为它的空间真的很大 所以说像我们一般车型 难避免的这个坐垫的长度问题 它完全坐到一个 够大腿支撑的一个位置 彻彻有余 完全够用 然后车的宽度的一个优势 中间的这个座椅 也看出来了 它特意 人家都刻意做了一个延伸至两边的一个包裹 而且中间 也是做了一个这种下陷的感觉 说完说这个中央扶手这一块吧 比较的凸 然后说一下座椅的感受吧 OK路过 说一下座椅的感受 首先座椅是可以调角度的 同时它的第二排座椅 相比较于低派座椅 也是稍微高一点的 所以说视野感也是很强的 同时就加上它车顶这一块 宽度优势 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天窗的话 视野通透性也是OK 没问题的 然后说一下中间的这一块 中间的这个座位 这是中间的这个座位 应该是我目前做过所有的同价位级 或者说是SUV车型里 中间最舒服的 为啥 首先刚才我说了 它两侧 它两侧是带这个凸起支撑的 也算是一个支撑 包裹性的 然后中间这一块特别的软 你坐上去之后呢 不仅它两边有支撑性 中间它会有一个明显的 座椅一个下陷感 真的没想到这个中间的座位 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后排这个地方 虽然说有一个扶手箱 然后给把我的后背顶着 但是还好了 毕竟这个地方优势比较明显 但是至于腿嘛 腿不刚才我说了 虽然说大家看啊 这一块其实差距没多大 是吧 这一块它都能撑住大腿 为什么这一块撑不起来呢 因为靠背 这个中央扶手顶的事吧 所以说我的大腿还是悬空着 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去对比别的 脚步还要我多解释吗 想怎么伸怎么伸 但是如果说你坐中间两边有人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去 稍微站一下他们的空间 毕竟就是这么大 后排空调 非常简单的一个空调 物理按键 这里有个USB 这里一个12伏的接口 这是后排的配置 壁竹上还有一个空调口 也是一个豪化车 惯用的一种配置说法 然后说一下它后排的一些细节吧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边 得益于它真的 它的车门也很大 它的车门真的挺大 还有它的车身尺寸一个优势 车门到这结束了 但是扶手没结束 到这依旧有 真皮的一个小收尾 真皮的一个小包裹 说说这种感觉 就特别像做一些豪华车型 比如说麦巴赫 劳斯 才会做出这种空间赋予的这种设计 其实它尾门还挺沉的 虽然说它是一个溜背的造型 是吧 从这就开始溜背了 但是它的车身的宽度 它的车身就主要是宽度的优势 太明显了 哪怕它的重身性 以及高度 看到这个位置 它的高度的一个优势 相比较于其他比例来说的话 不是太明显 但它的宽度 完全能弥补这个不足 一个公放 然后这是拉到这个把手 然后两个座椅放倒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座椅放倒了 其实放倒之后 它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轻角的 后备箱 配置 小挂钩 四个四角小挂钩 都是OK的 底下 工具再往下 应该就是备胎了 这就是它后备箱的一个表现空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浩影 浩影热度也挺高的 如果说让我从浩影 跟它的紫媚车型CRV选的话 浩影 反而我去问一些朋友的话 大家都会去选的一个浩影 可能是因为CRV这么好多年 将近快小五六七八年了吧 它没有一个大的换带 所以说大家可能看腻了 反而浩影 紫媚车型一出之后 它的一个宽厚的一个设计 以及一些更为主流 更为时尚化的一些细节上的设计 大家去更好奇 更喜欢这个全新的一个造型 外观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进入车内 其实浩影内是没什么多说的 家里有CRV的 是吧 一看都懂 位置完全一样 布局也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的地方 所以说放本田自家车型里的 来说的话 这也是一套 现在比较主流 比较成熟的一个内置设计 以及安检布局 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车内的一个设计 在这里 它其实是这样的 一个带有一个弧度坡度的 一个小遮联 拉开 两个背拖 这边一个比较深的 方正的一个储物盒 OK 这是前排的储物空间的一个布局 其实说到浩影这款车型 轴距 就我之前在群里听到有朋友去聊这个事 你如果说有些数据档 数据档会说 我记得它的轴距好像是多少 2680吧 这个轴距 今天来看 哇 某某自主品牌一个78万的SUV 它的轴距能弄2750 2725那种的低于2700毫米都不好意思说出来那种数据数据档 其实不是 轴距 轴距长 它不一定就直接关乎的就是说空间是不是很充裕 空间充裕了 那么你的坐垫够不够用 腿部支撑够不够 你的成途的一个驾驶舒适性 座椅的包裹性够不够用 舒服不舒服 是吧 它不是一个这么直接反馈的一个作用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前排我刚按我身高调好的 后排腿部空间 脚部空间 非常富裕 然后座椅 座椅整体填充是偏软的 而且明显能感觉到座椅中间的这一块 它是更软 有一个中心下陷感 同时靠背也是 它两边的填充它有一些不同 主观上它就有一个支撑 其次你下陷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中心下陷感 这么两层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个包裹 非常舒服 中间也比较的宽 腿部没问题 我们去中间看一下 中间地板也是很平的 四二的鞋放下没问题 中间比较宽 但是也比较平 简单做一下是没问题的 扣这里 整体带头枕一块放下来 看这 这是一套娱乐的以及遮阳帘的一套享受级的配置功能 挺有意思的 一点像那些高端吹的一个小电脑 但是抠不下来 还有两个小背拖 然后特别大 挺舒服的一个支撑 其实这么一看 它中间的这一块挺宽的 然后再对比一下我的坐垫 感觉它好大 我这里好小 有那种视觉上的感觉 其实不影响 很舒服 手这么一撑 窗帘 手动窗帘 打开 电动的 地台够低吧 到哪 你晾一下 到膝盖位置 然后重身性 以及高度 没问题 它的一个这种标准SUV车身的一个设计造型 能让它的后备箱空间最大化的一个利用 地台 然后上来是直接纯屏的 并没有一个深度的一个掏空 这一块是应该能往下放的吧 好沉呀 对 这块能往下放 这就有深度了 是不是 很好玩的 两边挂钩 然后挡板 能放一些小黄栓或者玻璃水 能做一个固定 简单的固定 仪式感